很多的議員都要求補助A、補助B、補助C 各種的補助政策 市長記不記得在第一次市政質詢的時候 我的六分鐘質詢 我就建議市長 我們可以活化場館門票、月票、年票等機制 來為市府增加收入 您記得嗎? 記得 所以我很認真的在幫市政府來尋找相關的裁員 那其實在民政的質詢當中 我是少數在議會當中或唯一吧 唯一反對聲譽講的已經數級既往的議員 因為我認為這個從法理上 或者從政策當時的宣布都不合理 但是議會全體支持 反正錢這個就是發了 所以市政府就是多發了這個錢 那沒關係 我來辦黑臉幫市府開員跟節流 市長 我接下來還會再提出一些幫市政府省錢的方法 您覺得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看這些行不行 市政府其實會辦非常多所謂的開幕開跑的 記者會的活動或者是儀式 可是這種活動儀式說真的 跟市長報告 我第一年擔任市議員的時候很認真 就不管是哪一個局處發給我 不管哪一個選區 有活動我都到 就是這些活動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就是花了大錢你的宣傳效果很低落 寫個新聞稿媒體也不見得會發 或者直接登上一個電子媒體 點擊率也很低 參加的人都是里長 參加的不然就都是協會的理事長 不然就都是局處首長 沒有市民來參加 所以實際上這根本是一個非常 很多活動都是自嗨型的活動 那市長雖然上面也才短短的這個半年多的時間 應該也感受到有這種情形吧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可以未來主動檢討各種類似活動的相關成效 第二個 這種活動我們在明年開始能刪減就刪減 為什麼第三個 你看坐那個背板請這個主持人 然後辦這個活動 一場也是要十來萬 那這些活動說真的 你直接在線上做宣傳 你居然把這個錢 你花五萬塊拿去砸FB砸YT 或者直接請個網紅拍影片 宣傳效果都會你辦一個記者會 還要來的好 也不需要去讓這個廠商多賺這些錢 這樣一年下來啊 出幅應該也可以省個幾百萬 或四年下來可以省個幾百萬 市長這個方式可不可以回去 請市府研議 可以這個我們來檢討 我想議員講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我會要去看 我會到你吃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